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開辯論 公開辯論 有些電視台電視台的全程轉播 讓所有的市民都可以來看 那麼這個公開辯論 我們要求市府跟市民 自救會之間 應該要有資訊對等 跟這個所謂的 發表的時間跟次數的一個對等 留性一切公平 我們在這邊要求 高雄市政府 請你一個禮拜之內 一個禮拜之內回復我們 我們希望你兩個禮拜 就開始陸陸續續的 來辦理這些公開辯論 要辦理公開辯論 就你啊 那麼龐大的行政資源 那不是什麼問題 那是小問題 但是對我們這些自救會 這些百姓而言 那是我們心中一個痛苦 我今天要是說破的是那個我們陳市長的他的反言 他說歷任市長不敢做的他來做 結果他做的是什麼 歷任市長還有人權還有民主 所以他們不敢隨便這樣做 這樣欺負這些弱勢 他完全沒有這個 完全沒有人權 他延續的是惡法易法 早期的這些受難的都是因為很多問題是那個當時的歷史工業 沒有人敢去做 沒有找到解決辦法以前 沒有人敢做 就是他 就是陳菊 他還當作是英雄 沒有人敢做他承擔 他承擔什麼 我們被拆屋 沒地方住 有些生死都有問題的 他憑什麼承擔 他怎樣去承擔 我們要請問 你要拆我們弱勢族群的時候 你的安置方案 配套方案在哪裡 有協商嗎 在此 我要再一次的呼籲陳菊市長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不是為多數人的利益 而來犧牲我們少數人的權益 也不要 因為不憂鬱案 而讓我們這次弱勢族群 犧牲了居住權 我們今天來這裡抗議 我們真的是禮 我們不要 我們恨的是掛著民主的外衣 行強盜 行被民主行為 這是不可以的 各位看看我們的服裝 我們的服裝 今天有一個最大的精神意義 什麼 人民怒火抗議惡法 人民怒火抗議惡法 果摘市場就是被惡法 把他們家園拆了 把他們拆了 請問大家怒火銷了嗎 今天你城區是否打著民主的光環 形成被民主的事實 這可以嗎 這是人民所敬仰的你過去的民主光環嗎 這個真是可惡到極點 在我們來講 你是搶奪我們的財產 你們是消滅我們的弱勢群眾 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那我們今天講過 你今天這種惡行為 105年5月14號 你任何方案沒有 你現在公告要拆我們的房子 這就是綠色恐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在恐慌中過日子 我們裡面還有好多老人 每天在那戰戰兢兢 這就是綠色恐怖 不可以這樣城區政府 來我們今天 為了捍衛憲法給我們的生存權 工作權 我們一定競爭到底 永遠不停 為我們的精神抗議惡法 我們精神永遠跟我們這個正義公道的團體結合在一起 我們世世代代我們的子孫都要抗議 這種可惡的法治 這種民族 我告訴城區政府 你離真正的民族 還很遠很遠啊 今天民眾最卑微的要求 既然是希望能夠公開 有機會跟市長來對談 這個戰兢也嚇得太卑微了吧 所有的每一個破千的單位 如果只站在法的上面來看 政府 法是一個希望能夠來服務人民的東西 現在竟然是被政府拿來玩 拿來欺負人民的東西 這樣像話嗎 停止抹黑 公開辯論 公開辯論 如果你可以告訴我們 來來來來 安靜 安靜大家請讓我來 如果你可以代表高雄市政府 接受我們這樣的一個戰典 你能不能給我們公開承諾 一個禮拜之內跟我們答覆 一個星期之內給大家 告訴大家我們的這個最後決定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接受啊 那代表說市政府啊 服務人啊 怎麼會這麼低階輕的來來 一個禮拜 說了奇怪話 讓我聯絡一個禮拜 我們要成功市場 沒有問題 我們裡面是 如果你們要做這兩個禮拜之內 要辦 我們會立即來辦 研考會所設的這個聯合服務中心 就是立即辦理 所以說我們一受禮之後會立即來辦理 一個星期之內給大家回答 好 那他既然代表到我們市政府了 那我們就接受了 沒有關係 主任我姓 我是主任我姓嗎 我叫何一輪 大家有什麼意見 沒有沒有 如果大家願意把戰局交代我 我認為成績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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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不夠 一級主管不夠 沒有沒有 成績不夠 沒有關係 我們就接受 因為他已經代表到我們市政府 各位議員 他已經代表到我們市政府了 副市長 副市長 沒有啦 副市長沒有啦 一千五一件代表 好 那我想我們在這邊 他已經是代表高雄市政府了 已經代表了 所以對外 他說一個禮拜之內會給我們回覆 一個禮拜之內 沒有人 沒有回覆我們再來 下次就進到市長市 他們就沒話講 好不好 好 我是覺得很高興 不猜 你信眾 不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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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那就麻煩各自就位 來把那個贈帖給他 好 我們把贈帖給他 來來來 謝謝 沒有沒有 還有哪一位的贈帖給我們 我等一下自己送 我等一下自己送 好他有要送出來有沒有 我自己送 沒有我自己送 我受到授權 為什麼要一起送 我受到授權 來提供 好沒關係 還有沒有哪一位 哪位要一起送 叫他不要睡覺 出來面對我們的名狀吧 我自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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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送